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和你們看看我的豆 種豆的菜地 我這批豆 種了一段時間 有白色的 白色的花 是綠色的豆 綠色的豆 是田豆 紫色的花 是 紫色的豆 是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種豆的心得 種豆 我覺得種豆 一定要 棚要高 下面 一定要 浪高 因為要讓它 梳氣 梳氣 陽光 才能照射進來 所以 我來不來 要出來 做些豆 讓它沒有塞住 地面 讓它 拉高 因為腳 很重要 要讓它有光照射 所以 金布 才會 照到太陽 才會 更強 生長得更好 這片 豆 我覺得 如何防蟲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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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地 真的很野蟲 所以 我有點心得 有時會 放些蒜 葉 在這裏 我這幾棵芥菜 都種錯了 因為芥菜 都很野蟲 所以 所以 我都放些蒜葉 在旁邊 因為這幾棵芥菜 是去年留下來的 它自己標的 所以我沒有種到 因為去年是種了芥菜 這個地方 對了 講回 我這個紫色豆 我覺得幾好 比綠色豆 因為紫色豆 生長得很快 我種了都 不夠一個月 它都 打很多豆出來的 還有 覺得 有一點點 方便摘豆 因為綠色那些 很容易看不到 看不到你摘豆 所以 對了 我們是 少少菜園 希望 大家種菜園 那些 就有少少修成 希望幫到大家 多謝